約過這個寒冬 到初春了以後 開始會萌芽 所以最後一到 最近這個禮拜 要試肥了 好不好 然後也不要過量 不要說 哇 它要過那麼久的冬天 它要試多少 看你用的養分是什麼 它都會說明 照正常的量給它就好了 那上次我們種的那一顆要 蒸薄 蒸薄 還有玫瑰薄 一個月了沒有 超過了吧 一個月了 那這個呢 都剛換土的 剛操作的一個月後 都要試半肥 一半的量就好了 這樣子 其他的植物 你在你那邊已經育養很久的 你就開始要加肥 稍微試一下就ok了 就是有果汁的這一方 我們都用高級的這種養分 你不要太多 我們示範的很景是你煉茶 要結幹 你要常綠性的 常綠性的這一種 冬天不掉夜 我們稱之為常綠性的 常綠性的植物開始要做 它延伸出來的 這些枝幹開始要修剪 至兩個芽點就好了 每一隻拉長的 延伸出來的拉長的 都修剪到兩個芽點 然後再來找出它的正面在哪邊 找出正面而後 再修剪不要的枝幹 不要的藥枝跟帶枝 把它修剪掉 第一個 先將拉長的 延伸出來的枝幹 修剪到兩個芽點 好 那現在先操作這個區塊 好 有點好